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车价都下跌了 而洗车费却还在不断的上涨 不少车主感叹洗车贵 从未自己洗过车的朋友都纷纷选择了自己动手洗车 但是有些车主自己动手清洗时 不太注意细节和方法 导致爱车失去了原有的鲜艳光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如何避免对爱车造成了损害 当车子到郊外游完之后 车轮圈和轮胎上都会沾上很多泥巴树叶等污渍 如果车子长期需要走长途 更会沾上不少顽固污渍 有马大哈的车主直接用刷子刷污渍 觉得这样很省力 殊不知这样非常伤车 而且清洁效果不好 遇到这种情况 车主应该购买专门洗涤车轮的酸性溶剂 先用软布沾上一点点的涂抹 之后再用混有洗车液的清水冲洗 就非常容易达到理想的效果了 大部分车主在梅雨天际都会选择不洗车 认为洗了也是白洗 其实就算是遇上了梅雨天 车子也应该定期清洁 在强烈的阳光下洗车 车身上的水珠相当于一个个小小的突透景 直射的阳光通过水珠聚焦之后 热量集中容易把车漆烤坏 因此洗车的时候最好找一片阴阳的空地 或者在凉爽的傍晚 停车地点附近要有能接水的地方 尽量不要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下洗车 不用清水冲洗车辆 直接拿抹布擦拭车身 汽车经过长时间行驶 车身上肯定会有大量的尘土 即使肉眼看上去很干净 但还是会有肉眼不轻易察觉的细小灰尘 附着在车漆表面 如果事先不用清水冲洗车辆 直接拿抹布擦拭车身 在车漆表面上进行炙烈的摩擦运动 导致车漆被划伤 长时间如此 车身漆面就会变得伤痕累累 因此 建议车主在洗车时 先用清水将车漆表面上的灰尘冲洗干净 再进行下面的洗车步骤 很多车主认为下完雨之后 车辆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很干净 没有必要再洗车 这种想法有些过于主观 由于空气的污染 一般的雨水中含有酸性成分 如果下完雨后不及时洗车 这些酸性成分就会覆轴在车漆表面 对车漆造成伤害 而且雨天驾车时 路上的污泥也会溅在车身漆面上 如果不及时清理 不仅影响车辆的美观 对车漆也是很不好的 因此 如果下完雨后天气转情 建议车主及时清洗车辆